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这世上没有谁是绝对勇敢的 也没有谁是绝对坚强的 不害怕是因为害怕也没用 不软弱也没用 不软弱是因为软弱只会更难过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 莫名的心情失落 每个人也都会有无奈的时候 莫名的不知所措 说白了 每颗心就那么大 怎么可能承受得了超出想象的压力 所以那些喜欢沉默的人 那些喜欢独处的人 不过都是在煎熬 很多时候不吵不闹并不代表无所谓 只是吵了闹了又有什么意义 还不是徒增尴尬 还不是自讨没趣 事实上 但凡有人理解 有人鼓励 有人心疼 何必沉默 何必独处 何必伤感 然后一个人想起想巴 想了一大堆 或哭或笑 最后却只能习惯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人生太难 不妨读读悲惨世界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在巴黎破旧的街角 时常有个衣着古怪的小男孩 独自东奔西跑 无论寒冬还是酷暑 他永远套着女士的旧衬衣 冗长的破裤子 脚不踩鞋 头不顶帽 整日游荡于街头 宛若一只乱飞的苍蝇 他逃得到饭吃 却天天挨饿 他父母双全 却活得像个孤儿 偌大的城市里 他没有住处 没有面包 没有火其暖 甚至没有爱 父母不念他 母亲不爱他 灰暗的世界 将他消磨得脸色惨白 面带愁柔 这是悲惨世界里 余果笔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流浪儿 加弗罗时 在那个动荡年代 可怜的孩子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在污浊的生活里摸爬滚打 贫囚 饥饿 疾病随时可能将他击垮 他的无知和击苦 像极了我们 每一个被生活撂倒的成年人 攒了几年的积蓄被骗光 在一起十年的伴侣变了心 细心呵护的孩子得了重病 好不容易怀孕 却发现自己患了绝症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苦难 唯可多余果 将这些苦难统统搜集起来 编织成一整个悲惨世界 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 却不至于苦难 对命运悲惨的人来说 活着确实很难 但就算身处暗无天日的牢笼 只要奋力争取 终究能获得哪怕片刻的星光 孤苦无依才是生活的常态 然而让诞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 刚出生不久 母亲患上产入热撒手人寰 还没等他长大 父亲伐木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一瓶如洗的破木屋里 只剩下他和姐姐 相依为命 这是然而让第一次尝到生活的无助 可他不知道的是 未来十几年里 每一天都比现在更加绝望 出嫁后的姐姐 不幸死了丈夫 独自拉扯七个孩子 最大的八岁 最小的只有一岁 心疼姐姐的然而让 一边帮忙照顾七个孩子 一边在艰苦而报仇 微薄的劳作中消磨青春 他力气大 能吃苦 在休术的季节 干着父母当年的活计 其他时候 就替人收粮食 做小工 放牛 他总是尽其所能 让家人填饱肚子 可命运并不眷顾 这个悲惨的家庭 他们总是被贫困包裹 而且越包越紧 有一年冬天 实在难熬 外面没活干 家里断了粮 看着孩子 因为饥饿 哭得撕心裂肺 然而让 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 一拳砸碎了橱窗 伸手拿了一块面包 这块面包 令他饱受 整整十九年的 牢狱之苦 此后 他不再拥有姓名 只有编号24601 和一张留有暗底的 黄色身份证 此后 他不再有家人陪伴 只有如屈一般活着 似牛一般劳作的苦一饭 长半左右 十九年暗淡无光的岁月 早已将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熬成了一位年鱼半百 暮起沉沉的中年人 他用尽所有力气 照顾家人 认真生活 却终究抵御不了命运的捉弄 这个世界 纵是充斥着不公 苦难如潮水般翻涌而来 让不幸之人孤苦无依 背井离乡 下岗失业 负债累累 失去至亲 那一桩 不是肝肠寸断的血泪 那一件 不是难以逾越的心酸 无处不在的艰辛 让成年人 在每一个疲惫不堪的夜晚 无数次想要放弃 却又无数次 在太阳升起后 咬紧牙关 强大精神 为了生活 累与不累 都无路可退 成年人的无助 是悲哀 也是人生常态 纵使长夜难鸣 亦会有人为你燃灯 可等待然啊让的 并不是命运的宽柔 出浴室 他带着做苦意换来的 一百零酒法郎式武苏 却一分也划不出去 累了想找个客栈落脚 却被人赶走 饿了想买块面包充饥 却被辱骂 滚开 你这条狗 只因那张印有 危险人物的黄色身份证 让阿让 受尽了白眼和歧视 就连路边的野狗 也追着他养 连赶了四天路 让阿让饿坏了 也累极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敲开了一扇门 门后 是一位慈祥而平和的老人 向他伸出了手 他就是米里埃主教 一个在无尽的黑暗中 为让阿让点亮灯火的人 主教亲切地唤让阿让 我的兄弟 让他坐在炉火旁暖暖身子 为他准备热汤和刚出炉的面包 拿出招待贵宾才会饮得好酒 替他铺上干净的白床单 这是失去亲人以来 第一次有人不在意他是谁 从何而来 而是善意地接纳他 可突如其来的善意 并未化解苦难生活 在他身上落下的恶意 趁着夜色 他偷走了主教家的银器具 人赃病祸之际 冉阿让站在宪兵面前浑身颤抖 若再被盯罪 他将永世不得翻身 可米里埃主教 又一次善意地庇护了他 主教平静地向宪兵解释 银器具是送给冉阿让的礼物 不要抓错了人 捧着主教赠予的昂贵银器 冉阿让被他的一席话震撼不已 答应我 用这笔钱 使自己变成一个诚实的人 我的兄弟 我要将您的灵魂 从阴暗而堕落的世界里赎回来 交还给上帝 原本灰暗的天空 突然裂开了一条缝 露出一缕耀眼的金色 这是让阿让从未看到过的世界 无比陌生 却又如此着迷 事态炎凉 苦难无疆 但有些人会伴着惊喜和暖意 来到你身边 村上春树说 你要记住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 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 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 他们为你的生活照尽了温暖 也照尽了光 生活实苦 可总有人会在南明的长夜 为你点燃一盏明亮的新灯 没有靠山的人 唯有把自己活成靠山 作家周国平说 能够保护你的 永远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 悲惨的境遇是冉阿让无法摆脱的厄运 但他从未在迷失中放弃生活 在困惑中选择堕落 失去自由时 他在狱中炼酒一身结实的体魄 扛货物 放缆绳 卷脚盘 这些苦活累活 然阿让干起来 一个顶四个 牢里无人能比 正因为这副千锤百炼的躯体 才让他有幸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纵身跃入汹涌大海 把握住了难得的出逃机会 重获新生后 他凭借在狱中学习和劳作的积累 开了一家黑玻璃工厂 并且凭借巧妙构思和技术革新 将工厂做大 不仅给城市带来了进步 还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 多年后 当他被选民推选为市长 被国王授予勋章的那一刻 他感激那个从未在艰难岁月 心灰意冷的自己 而是沉下心来识字 读书 学算术 受教育 岁月给了他一手烂牌 他却将这手烂牌打得风生水起 犹太作家维克多·弗兰克 在活出生命的意义里有这么一句话 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 即便是最恶劣的情形下 深陷逆境或许可以改变得太少太少 但我们总能做些什么 好让生活比昨天更好一些 出入职场的实习生 深夜赶稿 电脑突然拦屏 让一整天的努力打了水漂 他抹泪写下辞职信 却在期盼着转正通知中 打开电脑从头开始 急诊科的护士长急着下班 照顾高烧不退的五岁儿子 不料突然送来一位危在旦夕的病人 他心急如焚 一边打电话祝福孩子吃药 一边抬着担架抛进手术室 开出租的单亲爸爸 凌晨在街头懒客 看着副驾驶上熟睡的女儿 忧心着第二天的伙食费还没着落 转遍街头巷尾 终于看见挥手的客人 想着女儿明早终于能吃上一口热包子 生活固然艰辛 但他们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没有伞 就撑着伞努力奔跑 没有靠山 就活成自己的靠山 人生最大的底气 永远是那个砥砺前行的自己 就算风雨如晦 人间依然值得 年余半百 孤苦无一的冉阿让 从未想过 此生还会有家人相依 余生还能有亲情抚慰 他没结婚 一枚生子 却拥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换他父亲 这一较就是一辈子 成为马德兰市长的然阿让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救了可怜的女工方听 她美丽 善良 本可一生相安无事 却被一个富家子弟玩弄抛弃 生下克赛特 为了养活女儿 方听沦落到去做娼妓 在被嫖客 击辱到奄奄一息的那个雨夜 他遇见了好心的然阿让 并在临死前 将女儿托付给了这个男人 与克赛特相依为命的岁月 带给然阿让的是 无限温情和荣荣暖意 这与少年时代 为了填饱肚子 补育七个直升的经历相比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天一亮 克赛特便会像百灵鸟一样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然阿让则微笑着坐着一旁 听他说话 陪他玩耍 仿佛这是他人生的全部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他们常常在乡间小道上 星夜赶路 克赛特走不动 就会轻轻趴在他肩头 怀里抱着最爱的娃娃 在破旧的哥尔伯老屋 然阿让总爱守着熟睡的克赛特 抚摸孩子柔软的金发 轻捧他稚嫩的小手 一想到他凄惨的身世 那般苦痛 怜爱 心酸 就会填满心肩 于果说 他保护他 他使他坚强 他是这孩子的支柱 孩子又是他的动力 曾经他饱受劳逸之苦 惨遭世人唾弃 一度失望堕落 看不到一丝未来 后来 他获得了世间最深的牵挂 有了倾其所有 想要保护的人 对未来有了打算 对生活充满稀迹 若你心存希望 苦难的时光 终会回赠你明媚的人间 悲惨世界问世前 曾有另一个名字 苦难 这部创作时长 跨越半个世纪的红篇巨作 是维克多余果 在不幸卷入政治漩涡 被迫流亡后 历经半生漂泊 书写而成的人间苦难 在这个悲惨世界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怜人 在孤苦无一的黑夜 奋力奔跑 在暗无天日的牢笼 点燃心灯 在风雨如晦的人间 向阳而生 很多时候 人无法逃避苦难 难以选择命运 可正是苦难 逼迫我们成长 正是命运沉浮 让我们历练 世事沧桑 岁月沉淀 每一份苦难 都经得起 缓缓推敲 细细品味 冰心说 踏着荆棘 不觉悲苦 有泪可落 亦不是悲凉 当你感到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 请相信生活终会在苦难中 开出幸福的花朵 所谓生活 不过是心怀悉悸 在荆棘中穿行 即使被刺伤 亦不后退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